进入广告 广告 恳讯视频里 QQ 看很抱歉 由于版权限制 您所在的地区 暂时无法播放该视频 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 试试 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 立即下载 错误码 61101.13080.1 F40114841969 FA7667410C1FBDRC4C7F70201 我要反 快 播放 下一集0.0点直播 0点弹幕自适应 倍速0.5X 1.0X 1.25X 5X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 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 即将播放取消广告 广告 50% 75% 100% VD 027697 GLP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 1920 X1080 视频 宽告音量 50% 视频 协议 CDN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帧 帧 611 01.130 80 1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 F40114841969 F866740 C1FBDRC4C7F70201 本地日誌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IDI0027697 GLP IMG HTTP NOOS GTIMG.COM NOOS.RB LS 051009080296404800 DAP 视频 世界杯 亚军全能高塔 卖出机器赛季高光极锦 时长约1分25秒 腾讯体育9月2日训赛 塔尔迪尼球场 尤文图C2B1战胜了帕尔马 延续了赛季以来的连胜势头 不仅如此 斑马军团开始上首次连续三个赛季以三连胜开局 仅六个赛季 尤文四次以三连胜开局 或许是C罗吸引了对手的注意力 曼朱基奇连续两战有着出色的发挥 此以更是一传一射 直接参与了尤文的两个进球 曼朱基奇传射建功 确保尤文课场全取三分 直较尤文的第二个赛季时 阿莱格里遭遇了最为艰苦开局 当时尤文连续赴于乌迪内斯 罗马 战品借过 直到第四轮财客场2比0战胜了热内亚 不过 阿莱格里支持后勇 之后再也没有一同样的方式开局 2015-16赛季尤文三连胜之后第四轮赴于国际米兰 2016-17赛季更是取得了六连胜 有了强缘C罗的加盲 尤文取得三连胜在情理之中 但过程也并非一帆风筝 值得强调的是 帕尔玛尽管本赛季表现不佳 但尤文每一次出征唐尔迪尼球场 却总是会遇到麻烦 事实上 尤文经历二十次 走客这座球场仅仅五次取胜 在曼珠基奇早早破门之后 帕尔玛并没有束手就擒 反而利用反击不断威胁尤文球门 并且由尤尔维尼奥尔翻评了比分 马图一迪的进球帮助尤文全取三分 但尤文在一甲已经23年 没有以一球以上的比分差距战胜怕尔玛了 当然 尤文肆意取得的头号工程刀数曼珠基奇 阿莱格里甚至在后表示 曼珠基奇一向很无私 但即使是我 也没有想到在世界杯之后 他会保持这么出色的状态 略显诡异的是 在赛季结束之后 曼珠基奇本来被视为离队的热门人选 而C罗的加盟则改变了克罗蒂亚中锋的命运 反倒是上赛季的绝对主力以光阴去了米兰 同样 曼珠基奇能够机身首发阵容 是因为在首战对阵气卧时 曼珠基奇替补出场之后 C罗的表现更加出色 得到了更多的进攻空间 为了激活葡萄牙前锋 阿莱格里才在对拉奇奥一战里改打433 让曼珠基奇与贝尔纳戴斯基 C罗组成了三叉戟 意想不到的是 这反而让曼珠基奇成了受益者 尽管对拉奇奥 帕尔马时 阿莱格里几乎使用了同样的首发11人 但两战的阵型却有所不同 对拉一军团时 游轮的阵型是标准的433 C罗更多时间出现在左路 而内切后的射门成了葡萄牙前锋重要的进攻手段 对帕尔马时 游轮的阵型更接护 于442 433之间 C罗更频繁的进入禁区争强落点 与曼珠基奇形成了双中锋 而马图一滴则经常有一道左路 在上赛季时 阿莱格里也经常使用这样不对胜的4x2阵型 如果说C罗运气差得离谱的话 那么曼珠基奇的运气就好得离谱 对拉奇奥时 坎塞洛几乎把柄背到了C罗的嘴边 但皮球竟然连续打在了C罗的两局脚上反弹 结果让曼珠基奇轻松把球送入空门 对帕尔马一战也同样如此 比赛之后的第一次进攻 曼珠基奇就像是对对手的防线失了定身术 当他投球冲顶 捅射的时候 塞佩和亚克波尼像是呆在了原地 事实上 曼珠基奇仅仅用了109秒 就攻破了帕尔马的球门 这是游玩五年以来 在一甲的最快的进球 上一个在开场两分钟之内就进球的游文球员 还是略伦特 2013年11月 西班牙中锋在队阵那不乐斯 使用了72秒就破门 在这两场比赛里 曼珠基奇仅仅用了四次射门就打入了两球 而斯伊罗仅仅在对帕尔马一下就有八次射门 曼珠基奇的作用不仅仅是能够进球 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搅乱对手的防线 让队友得到更多的进攻空间 这是来来格里让他进入首发阵容的关键 尽管斯伊罗暂时还没有尝到舔头 但马图伊迪却因此而受益 在热尔北尼奥奥班平比分之后 曼珠基奇巧妙的在进去内角后跟拨球 法国中场得以一蹴而就 曼镜头舔平 当斯伊罗和迪达拉还在苦苦寻找最佳状态的时候 满足基奇的出色发挥 可以让阿莱格里睡个安我觉了 阿贝尔